遇到期待 中秋風 坪詠詞 農場主人 佗佳芙很認真的 自己實際操作 這些農場都差一手打造 自己來 自己可以做的,自己來 這個是叫什麼果呢 上枝 這個叫什麼果呢 這樣喔 油桿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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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油桿樹 上枝耶 這是第二期放了 開始開花了 第二期 第二期 第一期的油 已經過了 江花 好 這樣我的香氣不必了 一股清香 這隻嘉南農場 嘉南農場的這個 最新的這個狀況 整個圍裡圍起來的 這個凹出的地也整坪 整個步道 接近完工 這步道是一直延伸 一直延伸過來的 然後前面這個咖啡豆 咖啡豆圓 這個是美人椒 這美人椒的 這底部是美人椒 美人椒的特殊點就是它的 它的香蕉是 稀稀小小的 就厲害 稀稀小小的香蕉 但是味道蠻甜的 好 栽培的咖啡樹 每一顆都是國師類類的 要讓它自然成長 沒有說特別的 特別的管理 特別的撕毀 要讓它自然的 自然的 在這個環境中生長 澳洲茶樹 種種了幾年 長得蠻茂盛的 表示這個地方很適合它成長 澳洲茶樹 這個醬汁 這樣子它可以做精油的 這個咖啡豆 這個苦茶油 苦茶樹 苦茶樹底下的生菜 生菜池 生菜池有魚嗎 有小魚 生菜池小魚 小小的但是很可愛 這前面 前面是不好的 前面是小辦公室 加南樓 這隻狗很靜止 很靜止 你不認識我嗎 另外一個 加南農場的另外一個生菜池 這個造型呢 就是蠻野 蠻有趣的 而且蠻原始的 配合就是一個自然的 自然的這個景 自然景觀景 雖然生菜池的一次不 雖然不大 但是在這個 這個農場的一個 一個角落呢 它 讓人的感覺 很雅致 很雅致很有野趣 這是 這是 體育這個農場加分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中架 可以往中架底下 一排白鍋牛的架 在這邊 白鍋牛架 白鍋牛的架 白鍋牛的架是 它 它 番薯葉種在裡面 番薯葉種在裡面 然後現在 白鍋牛要躲在底下 白鍋牛要晚上 才會出來溺食的 它周邊 做一些複成河 白鍋牛想 好處複成河 就不簡單了 原來這個 黑網底下是 什麼 印加果嗎 我們來看一下 印加果 長什麼樣子 要做到炸 好 好 合適了就可以炸 哦 這就叫印加果 魚用成皮 去皮炎刺 就可以 把它炸一點 好 然後幾歲 兩歲的架子 好 有 有 有四角 五角 有角 好 那綠色的 最大要七個角 那綠色的 綠色的要七個角 好 一個角就一個果 對對對 然後 乾燥以後 就開始要可以採果 就採果 然後冷鏈 印加果 它是體驗油的 對 因為從印度過來了 印度過來了 這也是很特殊的 這個棚子底下 是很特殊的東西 印加果特殊的 蛤 那蝦牛呢 除了地瓜葉吃 就吃它的那葉 哦 它燉葉 燉葉也是 蝦牛的糧食 太棒了 太棒了 對對對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然後水果 啊 這個 這個 哦 對 對 我看到那個 這個 這個綠色的時候 還沒省手 是這個樣子 對 哦 那這個 本籃啊 棍籃還有中百香果 但是百香果兩年 就不行了 就掛掉了 這個十年壽命 哦 中 要壽命 大量 這個對地化 是不是都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 它一百二千處 壓一壓 沒有一棍 但是 拼命 百香果就不行了 這一般比較少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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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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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百香果 百香果 一年生 二年生 就產量 頻率越來越厚 對 這 這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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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稀奇的 這個 椰加果 就有十年的時候 中央 很稀奇的 這個 還是 椰加果還是以前沒見過的 剛好 好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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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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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新的產品 對 合作 大家都封這個 很多人打電話 來 女人家 對 好 對 對 對 這個不錯 我們是做 這個 看到 一顆 很特別的花 叫 混捕花 它學名是叫什麼都不知道的 一般都叫混木花 真的是很特殊的花 這個花朵很少見 很漂亮 太美了 混木花 在這個角落 讓大家觀賞不錯的 在進入農場的這個 除了火龍果以外 這棵樹 這棵樹是很有作用的 這棵樹的成長 剛好它也像一把傘一樣 在那邊 做什麼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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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